小女孩放声大哭 终于与爸爸重逢 两人紧紧拥抱 让人比酸 土耳其南部城市阿达纳 这对妇女在强症中幸存 经过波折后再度团聚 男子和妻子以及儿女 一家四口 当时全困在瓦砾堆中 救难人员费尽千辛万苦 救出她和她的四岁女儿 两人先后获救 却意外被拆散 她前往医院 几乎毫发无伤的女儿 则被社会机构带走 如今两人终于团聚 男子要放下悲伤 为了女儿坚强活下去 同样处于重灾区的哈泰省 安塔基亚 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 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进行 这些医疗团队来自美国 得知地震二号后 马上前来 只为了拯救更多保贵生命 但在医疗帐篷内 每天都在上演生离死别 这位一岁的男孩 小小脸旁带着氧气罩 母亲在一旁心急如焚 她表示儿子患有气喘 前几天得了流感 呼吸变得更加困难 只能借着设备维持薄弱呼吸 强震至今 神明的任性如光辉持续上演 阿瓦西神智清晰 打电话报平安 让电话另一头洗劫器 房屋像骨牌一样倒塌 掩埋了无数生命 土耳其上后工程如火如土展开 但劣质的建筑品质 和当局不够力的救援进度 恐怕都将影响执政的 埃尔顿总统在5月中旋将面临的土耳其大选 华世新闻蔡清晨编译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